2日由刘德华监制张寒韵 陵旭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 初恋未满在北京举行了首应式发布会 活动当天 作为主演以及主题曲演唱者的张寒韵 还在现场原音重现 演唱起了该片的主题曲 由于初恋未满 讲述的是18岁初恋的故事 因此在发布会的当天 当张寒韵被问到初恋问题时 他却透露18岁时没有初恋 张寒韵虽然没有在校园谈过恋爱 但在发布会上 作为该片监制的刘德华 却通过VCR来向观众 坦承了自己的初恋故事 18岁我第一次真的跟女朋友分手 对 到现在还很清楚 我们在山顶分手 我记得我下山要做 我们要十四座 那种minibus的那种 做完整做到最后一排 又怕人家看到我哭 一直在哭哭到下去 下山 好像是昨天的事 对 真的好像是昨天的事 早前曾有网友曾开玩笑称 一项爱财服饰新人的刘德华 此次监制电影 初恋未满 是拿出拍《复春山区图》的片酬来投资的 对此初恋未满的导演刘娟 也在发布会当天对此做出了回应 每一分钱都是老板辛辛苦苦地去演电影赚来的 无论是其实不只有《复春》也好 《忙看》也好 还有之前的哪怕是老板客串一角的《寒战》也好 我觉得老板用他辛苦的劳动 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青春 把我们的故事那么自由地表达出来 老板很棒 老板很无味 老板依然有青春 放眼望去 初恋未满的主创团队呢 都是新鲜的面孔 而为了培养这个新人啊 刘德华真的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传心希望呢 刘德华的这个亚洲新兴岛计划 能够帮助更多有才华的导演 实现电影的梦想